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5月13号的周五 那么今天也是继续我们的涨停漫幅盘 今天的大盘走势呢是走出了一个 高开高走的一个局面 那么从昨天的指数呢 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 昨天整体呢是属于一个说量整理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昨天的视频当中呢也和大家做了讲解 是属于坚定看多的 那么为什么会是坚定的看多呢 那么在昨天的截图当中呢也和大家说了 从底部的2863 一直反弹至今呢都是出现了很多的阳线 只出现了一天的一个阴线 那么经过了短期的一个修整以后呢 那么今天呢是再次突破了二十字均线的一个压力位 但是整体的量能呢同时也是出现了一个萎缩 突破了二十字线是好事啊 但是并没有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 大家其实能够感觉到今天整体的走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好像今天大盘走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很多的标的呢却走出了一个打压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资金流入以及流出情况 在找盘的时候呢整体的资金面呢相对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并没有出现资金的大幅出逃的一个迹象 那么今天呢同时也是出现了一个资金面的净流入还流入了三个多亿 所以今天找盘的时候呢即使是指数出现了打压 啊今天呢也没有给大家做风险的一个提示 原因呢就是因为知道只要资金面稳定了 那么整体的行情呢就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午后随着资金面的再次流出呢 指数也是再次翻红啊收到了我们整体的二十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今天的一个板块比比例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涨的是这个房地产 银行啊以及电力还有汽车整车 这四大板块 大部分的资金呢都流入了这几大板块当中 那么银行的上涨房地产 房地产的上涨 对于指数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拉伸作用 那么板块方面呢涨的是这个电力啊 还有这个汽车整车 那么所以大家能够感觉到好像板块是出现了上涨但是涨的并不是自己手里的标的 大盘呢也是出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自己手里的标的呢却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市场整体的反弹轮动过程当中呢会出现板块的一个轮动 并不是所有的标的都能够出现普涨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一定会有近期的一个热点形成板块的一个轮动 而且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热点的轮动相对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也许今天涨的是电力 讲的是整车 但是明天呢可能就会到一个钢铁啊或者是到一个煤炭 然后再下一天呢就是一个农业啊或者是这个肥料的一个板块切换 所以整体市场的轮动也是非常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大盘 在房地产以及银行的 两大权重板块的带动下指数是出现了上涨 但是大部分的板块呢却出现了一个下跌调整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上涮下跳也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今天的一个指数大家也能够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指数呢是突破了20线 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说市场想要起稳呢一定要站上20线 昨天的市场是站在了五字均线的一个上方 今天呢是再次起稳站上了20线 但是下方的量能啊大家需要注意在这里呢是出现了一个缩量 所以指数是出现了上涨但是量能却出现了萎缩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隐患 那后期能不能突破30线依旧需要成交量的一个放量配合 今天呢是属于一个缩量上攻的一个走势啊并不是非常的好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文章对于大盘整体的一个预判 那么昨天的文章当中呢是和大家写到坚定看多等待突破啊包括昨天的视频当中呢也和大家说啊大概率可能是要向上突破了 周四的走势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的重新考验了下方支撑五字线 好在午后只做是坚守住了五字线有机会再次冲击20线的一个压力 短期还需要叙事放量突破20线给多方更多的信心引导资金进场啊 那么周四呢也是下车了这个湖南发展啊因为在周四的时候呢湖南发展也是属于跌停打开啊 只要是遇到跌停就一定会选择下车 同时呢也是上车了这个新华和中交各两层的一个仓位 那么新华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呢是震了五个点啊中交是遭错了核按钮是直接亏了12个点啊 那么今天再来看一下这两只标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中交在找盘的时候呢是属于再次的一个低开啊 所以在找盘的时候呢也是直接选择了下车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下车因为昨天刚上车就出现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啊 今天找盘呢再次出现一个低开那么昨天整体的亏损已经达到了12个点 今天再 往下打压的话呢 是完全打到了一个止损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是不得已也必须要选择了下车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虽然说中交在这个 午后的时候呢是处于跌停 然后再打开啊但是呢同样也是严格执行了下车的一个策略 当天上车就出现大幅打的一个局面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在出现打压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做到下车并且做到止损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 上车的一个新华那么新华呢今天早盘的时候呢也是属于震荡打压 那么最终呢是收除了一个 涨停板啊所以这两只标的 整体的这个盈亏呢是属于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一只呢昨天是加5今天呢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中交呢也是直接选择了下车啊 新华呢是继续两层的仓位 继续留在车上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来看 那么10家标的呢是一共是选择到了10家啊 分别是齐连山中旅北大啊 包括这个一亚通 还有葵花啊等等的这些标的 那么周市的市场龙头呢是处于新老接替的焦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市场会有很大的分歧 因为看不清大盘的形势所以资金呢也是不敢随意进场 筑底的阶段市场会不断试探底部的支撑然后逐步拉升 只要找盘的BBD大单不快速流出都是市场在洗盘 那么今天找盘的时候呢其实整体的BBD还是属于净流入的一个状态 那么其实BBD净流入说明整体的盘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啊 那么市场所有的情绪呢最终都会反映到资金面 主力机构不动BBD大单就不会快速流出 那么市场上呢很多的这个主力啊他都会去关注这个BBD大单进额的一个走势 那么BBD大单进额找盘出现流出-50 一定是说明主力机构或者是大资金开始出现了一个强跑 才会导致BBD大单进额的流出呢是超过50的 那么散户呢一定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去达到一个BBD大单超50的一个共振 因为在市场当中呢只有大资金 包括主力机构 他的这一种资金的抢跑才会导致BBD大单进额快速的流出超过50啊 所以这也是每一次在BBD大单进额超过50的时候在盘中给大家做提示的一个原因 当资金出现 这个主力资金出现出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跟着跑了啊 因为主力一旦跑的时候说明整体的市场呢在短期之内是需要看空的 那么今天找盘整体的BBD是属于净流入的那么净流入的一个板块呢在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一个是房地产 还有一个是银行啊 整体起到了一个护盘的作用 所以即使在盘中呢是有一波是出现了一波打压的时候这一波呢其实 整体的资金面呢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所以能够看出在这个时候呢也是试探底部的一个支撑 结果午后呢随着资金的流出是再次出现了一个上工的一个行情 所以盘中的一个BBD大单进额是起到一个 监测主力机构资金是否流出的一个重要作用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来看我们选择到的这个10加标的 那么这10加标的呢昨天同样也是按照排名的划分呢做了一个排名从1到10啊 7天3呢今天是早盘的这个一字版开盘 那么目前的风单呢依旧是有5.7个亿啊所以呢也是没有给市场这个上车的机会 第二只呢是这个中铝中铝呢是大幅的 高开以后然后打开 打开以后呢再继续的断断续续的形成一个风版那只要大幅的高开超过了5个点呢 是不建议大家去上车的啊 那么在早盘的时候呢也和有朋友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 有的朋友呢是选择上车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标的 结果呢是出现了一个打压的幅度所以每一次再和大家去讲解盘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大家 第一仓位不要超过 这个两成 第二呢在上车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去追高因为本身的这种标的呢风险就比较大了 第三呢一旦出现啊 当天上车出现大不达的一个情况呢 尽可能的一旦遇到跌停了要一定要选择先出局啊 那么这一只北大医药同样也是早盘高开是超过了5个点的 那么北大医药的也是不建议去上车的 这一只亚通啊也是早盘直接的移植板开盘啊 包括葵花药业也是大幅的高开超过了5个点 这一只普邦呢在早盘的时候 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接近5个点的一个高开 最终呢是在35的时候打压的幅度呢也是超过了5点 所以呢都是不适合去上车的 那么包括这一只建议集团在早盘的时候呢也是9点35分之前打压的幅度呢也是超过了5%啊 所以呢也是不适合去上车的 那么这一只新华制药呢是唯一的一只啊但是已经呢有两层的仓位在车上了啊所以呢也就没有继续的去加仓 那么目前呢依旧是两层的仓位在这一只标的当中 那么这一只东一日盛呢也是属于整体的一个 早盘高开啊就直接出现了一个 这个大幅的打压也是不适合去上车的 那么这只福星呢同样也是啊找盘大幅的高开超过5个点最终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所以这十字标的呢今天 只有一家这个新华制药是满足上车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已经有两层的仓位所以呢也就没有继续去加仓啊 那么目前整体呢也是只留了两层仓位的一个新华 那么像这种当天上车就出现大幅打压的标的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尽可能的是选择线下车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来看 周四的一个BB力大单呢一共是流出了100亿这是一个临界点的数字 市场呢越来越接近二十日线和五日线 那么市场最终会做出选择 从2863点反弹至今能够看出啊9个交易日123456789 9个交易日是出现了8天的一个阳线 只有一天呢是出现了一个阴线 那么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我们能够看出是属于反弹上攻的一个节奏 那么整体的趋势是上升的只要不破五日线就坚定看多 那么五日线呢也是短线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只要五日线不跌破 那么就说明短期是属于期稳的啊 那么才有机会继续去上攻突破二十日线 所以近期市场呢也会做出选择 大概率呢是突破二十日线 那么今天呢在房地产以及银行整体权重的一个带动下呢 也是再次突破了二十日线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整体的六维战法呢同样也是啊 目前整体是维持在四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整体是如何做市场呢 就是5加5加4加4加4 然后再加3啊整体呢 然后再除以6啊就得到了目前呢 依旧是维持在四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政策面呢是依旧不动啊 只要超过了一定的幅度就会有利好的支撑3000点经过市场的考验 成为必须守护的底线啊 所以只要在3000点的上方呢 基本上就不会有那么密集的一个利好政策了 那么消息面呢 像是 像中央电企拨付了这个500亿的补贴 那么对于中央电力企业呢是有利好价值啊 但是呢是属于小利好 像绿电板块啊短期还是会有机会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看到在板块反弹的当中呢 像这个电力啊 是今天呢是有资金净流入的 但是呢这种呢是属于短线的一个小利好影响的不会太大 所以这种板块轮动的机会呢是属于短期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人气面呢成交量呢也没有突破 说明多空双方还是在关注大力能否摆脱 外部局势的困扰啊 今天呢是再次挺起了机梁回踩了5日线反攻 技术面呢还是在5日均线的上方短期呢有突破的机会等待阳线 那么今天呢也是等待了一个小阳线啊 基本面呢是不变啊还是不突破20线和30线 依旧是当做反弹看待 那么中长线想要起稳呢 那么一定要突破20线和30线 今天呢是站上了20均线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市场的反弹 到底能不能够突破啊上方的一个30均线 那么看完了一个文章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市场反弹的时候呢 很多的一个标记都会出现了一个这一种反弹啊 那么整体的涨停板加速呢也是达到了100 110多加啊 那么110多加呢我们同样 再次做一个这种涨停板的复盘 首先是688和300的啊 688和300呢由于它的整体涨幅呢是20% 所以能够出现这种手板或者是连板的概率相对来说就要比10%的低了很多 因为它两个涨停板基本上就是能够达到40%的一个涨幅了啊 所以它的这种连续性 短期的一旦有了非常高的一个获利盘以后呢 它的这种连续上攻的动能就需要更多的一个资金支持啊 同时呢 它的这种上攻难度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 那么没有超过一个亿的啊 我们暂时同样的也是暂时先不去考虑 那么这是688和300的啊 没有出现涨停的呢 同时我们也是直接全部给贴除出去 这种手板呢如果没有出现这种 一个亿以上的一个资金支持的话呢 都可以看作是短期的一个超跌反弹啊 可持续性的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强 那么中国武夷 也是房地产板块 之前非常强势的一支标的 今天其实近期是能弄强势的房地产呢 我们一直都关注的像这个测量箭头 还有这个宗教地产 那么宗教地产呢在今天盘中有撬板的一个现象 但是最终呢还是收出了一个跌停啊 所以呢这也是和大家 告诫在市场中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纪律 那么纪律一旦 达到了以后一定要去严格的事情 这里呢就考验大家的一个执行力以及 风控能力啊 那么中国武夷呢在这里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但是风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啊 所以我们暂时也是不惧关注 一定要找这种连续上工过程当中能够出现资金单 非常大的啊 受到资金关注度非常高的这支标的 那么中旅呢目前呢也是出现了12345 5连板的一个走势 今天在打开了以后呢是再次形成了一个 风板啊 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 湖南投资啊也是这个出现了一个这个二连板 那么今天呢也是突破了前级高点 并且呢资金量风单达到了一个亿 基本的一个这个 财务面呢股东总数是5.3万相对来还是偏高的 人均持股呢是不到这个 1万的啊 那么净利润呢是为负的啊 那么基本面呢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 那我们再接着来往下看 看还能不能够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强势标的 那么这支是风单量是4000多万 6000多万 3000多万的啊 低于这个亚通 亚通昨天呢也是上了这个龙虎堡啊 近买入是最多的一支标的 今天早盘呢也是受到了这个机构非常大的一个风单 再次有2021的一个风单 也是没有给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4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的啊 福达 那么像超跌反弹的这种手板如果没有 很多的一个资金支持的话呢 其实想继续啊 上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那么江苏吴东呢也是出现了一个4年版 为什么大家就关注4年版 因为4年版 他有这种走出5版6版的这种潜力 一旦走出来以后呢 那么市场的大部分的关注度 都会集中在他们的身上 那么这种 陈腰的 板块啊或者是标的形成以后呢 市场的关注度高了啊 市场的人际高了 那么他一旦给了上车机会以后呢 这种合力共振的风版啊 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这种手板要更强的 那么这里呢 是4版啊 4版呢也是加入到我们的一个资源当中 去做一个关注啊 3版的同样 我们暂时是不考虑 这一支是深深房 也是房地产板块 那么在午后的时候呢 也是房地产板块扛起了这个 带动指数反攻的一个大旗 包括银行板块 证券板块 今天整体的表现呢 相对来说啊 都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种2000 4000多的 那么暂时通达电器啊 也是和电力板块的一个利好 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那么长安汽车呢也是达到了1.1的一个风单 那么汽车整车的反弹呢也是带动了 汽车啊以及汽车零物件板块的一个上攻 那么今天呢任何的板块 都是需要有资金的一个支持才能够形成一个上攻的一个走势 之前长安汽车呢是走出了一个两年版 然后之后呢是调整了三天 然后近期呢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反弹啊 那么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有1.2亿的一个市场资金追涨意愿 那么这种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 也是这个房地产板块有4000多万 那我们暂时先不考虑 一定要找这种资金合力 有这种后期资金合力推动意愿比较强的标的 我们再选入到资源当中 7.3 也是我们昨天 加入的啊 但是这里呢也是再次有5.7亿的一个风单 这里是登云登云是不到一个亿出现了三连版啊 暂时先不考虑 中间700多万800多万 这里是60多万的啊 都是比较少的这种我们暂时先不去考虑 100020003000啊 这里是也是1000多都是很多的标的大家能够发现 都是属于超跌反弹的这种标的啊 那么4000多万 3000多 36000啊 32000 1.3 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和这个长安汽车啊 这两家标的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资金封版 那么汽车板块 能不能够走出率先走出这种市场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反弹啊 那么我们先把它加入到资源当中 然后后期呢再去做一个关注 37000多的啊 相对来说资金合力比较少的 他的这种 合力的资金的罪涨意愿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 农发总业啊 这里呢是8000多万也是不到一个亿 2000 板块当中的一个龙头像这个农发总业啊 在板块当中如何去寻找一些龙头呢 就是在市场反弹的时候 他们能够在找盘率先强势的封版 并且能够起到引领板块上工的一个作用 那么率先出来的呢 就是板块的一个龙头了 那么这种板块的龙头在寻找的时候呢 首先一定要有政策面或者是消息面的一个合力支持 那么市场呢一定会通过这种资金面 你能够找到哪些板块是在找盘率先封版的 封版以后呢 它的一个封单手术越多越好啊 那么说明市场的这种合力的意愿越强 那么购买力越强 那么它后期的一个上涨的空间呢 也就会越强 那么新华之要呢目前已经走出了123456789 1011的一个联版了啊 也是市场上最强的一个联版王 那么也是目前两层的仓位在车上啊 现在是继续留 那么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制选当中 福星福星呢也是123455联版的一个走势 风带呢也达到了1.7个亿啊 我们在但是呢一直都是没有给上车的一个机会的 这只是5000多 2联版啊 这只是中 1234啊也是超过了一个4联版4联版呢 我们就先加入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财务面啊 那么股东说1.1万比较少了 人均持股这里呢是 8000多啊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少了 那么基本上呢这只标的整体是属于一个小盘 所以整体的拉伸过程当中呢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快的 那先把它加入到之前当中啊 4联版看以后能不能够走出5联版6联版的一个上攻势头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新华制药呀 他就属于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个龙头 只要板块的龙头不倒 那么这个板块呢就依旧有上攻的一个可能 比如说像这个药液呀 像千金药液呀 包括之前选择到的一些千红之药呀 还有这个大理药液呀 都是由于这个板块的龙头 目前呢还能够 依旧啊能够守住 那么再次出现涨停 所以能够带动板块呢 也能够合理形成一个上攻 这里呢就属于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了 像前期的一个房地产板块龙头 比如说像这个这两箭头中胶呀 只要他们两个不倒的话 那么整体的房地产呢其实也是还有机会的 那么房地产经过了几轮的一个洗礼呢 目前中交和箭头呢都是开始出现了一个分化 所以像底部的前期的一些超跌的龙头标的呢也是再次给到了一个机会 那么市场的资金呢 选择到了相对底部的一些标的 房地产的一些标的 再次做一个上涨 那么这里呢是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风单啊3000多万的 三两千万的基本上都是资金合理比较少的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鱼开发啊 这支是中仆 都是资金没有达到一个亿 没有达到一个亿呢 海欧助攻啊 海欧助攻是1.2个亿啊 也把它加入到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看一下它的一个股东总数 3.2万 人均持股呢是接近2万 经理论啊 这里就比较差了啊 那么 资金一个亿啊 以上我们先关注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1000多万2000多万 3000多万的 我们暂时先不看 这里呢9.35 117家标的啊 全部都已经复完盘了 今天选择到的标的呢其实和昨天差不多啊也是 出现了一个这个11家 那么的11家标的呢同样会再次做一个这种涨定版的复盘 昨天选择到的标的呢是再次出现了一些分化 那么也说明目前的整体的市场反弹过程当中呢 虽然说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但是呢都是在权重的一个带领下 对于相对来说的这种高位标的他的 反弹的过程当中呢依旧会有板块轮动的一个切换 那么从目前整体的市场能够看出来啊 像这种选择到的标的呢 12之前的一个市场 刚起稳的时候呢率先反弹的是这个房地产以及12 那么房地产呢目前呢是再次扛起了指数反弹的一个大旗 那么像这种医药呢比如说北大医药呀像这个新华医药呀 都是属于前期的一个医药的一个 板块的龙头啊所以医药板块再是能够形成市场的一个资金合力 今天呢是再次也是扛起了板块引领的一个大旗 那么像其他的一些板块到底能不能够 持续他的持续性到底有多少啊基本上来看呢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一字油或者是两字油的这种标的 那么整体的市场呢还没有形成一个板块合力或者是赛道集体合力的这种持续性的赚钱效应啊 所以整体的市场来说呢相对来说目前虽然说市场是出现了反弹 但是这种反弹成交量的缩量相对来说呢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暂时把这11只标的呢划分到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 在周日的时候呢会在文章当中把这11只标的再次做一个排名的划分 啊看周一的时候哪些标的是同样也是给了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在周六和周日呢会把本周选择到的所有的标的呢再次做一个复盘的总结哪些标的可以留哪些标的不可以留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再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么今天的涨停版复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